我覺得這個還好 你可能是逢年過節 才碰到一次 兩次這樣 可是我的問題是 每天撿黃金 每天好開心一點 對 因為老婆其實是一個 很有愛心 就是很喜歡動物的 對 所以她家裡會養一隻狗 可是後來小孩子出生之後呢 我老婆不方便遛狗 然後長輩也不好意思 叫他們去遛狗 所以結果我去遛狗 然後之前我看我太太 她是直接拿著塑膠袋還是什麼 那個廣告就這樣抓起來 我就 我就傻眼 因為我沒有看過這種事情 因為 我自己沒有養過 這樣的大狗 然後後來我老婆 注意也只不能遛狗 然後就變得我要去遛狗 結果我不知道要帶那些東西 我身上只有衛生紙 我想怎麼辦 然後就鋪個兩張 然後就 很溫 手感很奇怪 然後黃金的大便又特別的 大 對 然後我真的是沒有辦法接受 有幾次也是這樣練 我還叫別人說 不好意思 可以幫我剪一下大便 真的還假的 真的 人家肯 不肯啊 所以我還是可以自己這樣剪 聽TK這樣講 她黃金應該還算年輕 對 因為我家養的黑拉不拉多 然後她已經老了 成金了 有脾氣了 她屁股一蹲下去的時候 你會立刻去 準備好東西要去接嘛 她還會做假動作 你會騎 要不要大 要不要大 快一點 你知道嗎 然後 但是她知道她還要故意玩弄主人 對 就是她蹲下去 你以為她是 她沒有要這樣子 然後就往前走 往前走 沒量 砰就起來 直接 然後我就 好 因為你可以在半空中把她接住 是不是方便很 對 而且就不用抓了 對 直接弄 那她如果是在那個公園 那個泥巴地上面 它這樣弄下去 很麻煩 對 很麻煩 對 對 你還要再去 重新把土壤翻過一次 對 然後再 然後再叫養公主來撲 罵油 誇張 很誇張 對啊 那那個老狗就是這樣子 對 沒辦法 曾經的 TK 妳還有得撿 你知道有一次我們在 在溫泉是開放式的溫泉 我們都不脫掛 正要下去泡的時候 我女兒就突然講說 你知道嗎 從她講我們站的地方跟廁所 還有一段距離 然後我就說 趕快去車場說 來不及了 然後這句話出來之後 微量了這個方法 接了 天啊 微量 微量怎麼辦 妳知道她搭地板的時候 我們就是更尷尬的 妳這樣一個 溫泉人就會出來看 不認了 所以我真的覺得DK 妳錄還很長 你知道嗎 妳有一點都很麻煩 小孩在大便 真的 反正都要很小心 就是看小孩臉色 但如果你小朋友呢 突然表情是快要升天了 那也是 那也是 那個也是 那個也要注意 你有得減啦 反正我記得 不過家裡有一些這些 照門 像這種偶爾發生一次還好 但如果天天 都給自己帶來壓力 對於自己的免疫系統 其實也是這種傷害 就是反映在皮膚上對不對 會啊 其實我們有時候門診 你看就知道這個 這個家長的壓力很大 不管是爸爸或媽媽 像剛剛說到一些狀況 妳的免疫力下降的時候 第一個 常常就是 毛囊也會變嚴重 像很多爸爸買頭包 全部都是農泡 然後或者是說 他臉上痘痘變嚴重 成人痘 那還有一種呢 更慘的 就是說他 免疫力低下的時候 泡疹 泡疹就發作了 我們就遇過 醫師 那這個時候如果先喝 不免疫 不免疫 真的喔 全部都發出來 不免疫啦 這樣子 就會變浩克你知道嗎 人都爆炸了 其實不建議嘛 不建議 其實我們門診 遇過很多 他就說什麼 喝了某一樣東西 他的免疫力爆炸 然後整個發出來 然後就會好 可是通常聽到這樣子 我們看到的都很慘 要不是 流鼓之翼 整個臉爛掉啊 對 所以 你還是不要害怕 可是那個就是 藥效正在走的意思 真的嗎 不是 那 不好說 可能會變成果日的 夢最美 對 然後另外就是說 除了免疫力下降 這樣子的一個 細菌感染病毒感染 變嚴重 當然最終大家知道 帶狀泡疹 皮蛇 而且皮蛇不是只長一次 有些人可不可以長第二次 或第三次 然後有的就是說 他本來 譬如說有九招 或是一些慢性皮膚炎 就變更嚴重 發炎的狀況變更嚴重 那第三個就是說 有些本來就有 止漏性皮膚炎 這邊紅 這邊脫屑 這邊 頭皮也是紅癢的 叫止漏性皮膚炎 有些時候 你的壓力太大的時候 或者是說你每天睡眠不好 它也是會一直發作 而且壓力大概睡眠容易出油 對 會 你發現我比較累 或是就是比較煩躁的時候 我發現那個油 頭都是比較容易有油 然後會失漏 對 沒有錯 壓力比較大 對啊 但是這個321 也會是很逼死人的 因為我覺得 常常有時候321 我們都會用在小朋友身上 但是這會是你的罩門 是 阿姨 前這種321 就只有我在當兵的時候 才說 5321 有沒有 然後 可是我跟我老婆結婚 到現在八年了 九年 好有殺 可以啊 現在這邊先跟大家說再見啦 好精采啊 對 今年是第九年 但是 還沒有滿嘛 你幹嘛那麼計較呢 這算虛歲啊 這算虛歲啊 而且你信 我沒有看到你的臉 我光聽到那裡九年 我都回到死了 什麼都怕了 太發抖了 好 為什麼 我現在要常常做的就是 每天要幫她拍照 因為我老婆剛來台灣的時候 我常常帶她出去玩嘛 那去一個地方 她沒去過風景很漂亮 女孩子就想要拍照 想說老公來 幫我拍 她站在那邊 我說好啦 三二一 她說 那麼快幹嘛 我姿勢都沒擺好 我說好 然後我就 擺在那邊 她就 妳好了沒 我說妳不是說慢一點嗎 等妳姿勢擺好嗎 她說 我說笑僵了 我說好 好 三二一 她說妳也太敷衍了 我說 不是不夠敬業啊 拍了幾個月之後 有一次她看到照片 我說妳怎麼了 為什麼 我想去醫美 我說為什麼 我看到妳每次幫我拍照片 我就想去整容 我說我有拍得那麼差嗎 我已經很用心在拍了 像我去年我們出國去玩 因為歐洲每個景都是很美的 像明信片一樣 對 老公來幫我拍 我想說 好吧 那我就拍近一點 就是鐘上 她拍完了 她看一下 那後面的景呢 對啊 她就知道來歐洲了 在家裡拍有什麼不一樣 是有人拍這種賽事 又不是太正見證 你說我出去玩 好像好捨的地方 就跟我在家裡 沙發拍的是一模一樣的 小朋友 要不然 我跟說 妳把風景拍好 風景拍好 那個樹好美 拍得好完整 結果我甚至咖一半 你是在拍我拍樹啊 我懂你... 是不是 我到現在不停 我現在有比較進步了 大概十次會被唸個一兩次 以前是十次被唸十幾次 可是這個先生 很容易拍到太太翻白眼 對... 我就是各式各樣 還歪嘴呢 對 歪嘴 然後眼睛睜睜一半的 那種的 那不是妳們平常都是那個樣子 那也是因為看到妳們才有的 真的是 我們平常人都是好好的 不過我人生最大的罩門 大家應該都覺得滿奇怪 這是打火機 這我怎麼懂 為什麼是打火機 打火機基本上是日常必備用品 對不對 但是我小時候就太調皮了 就拿爸爸的打火機來玩 以至於我那一陣子 有一段頭髮都被燒焦 所以我就從此 就對於打火機 不是要那個啪一聲 我想到那個啪一聲 我就覺得很可怕 有一天我老公就在國外女兒生日 生日不是讓大家一起補青生嗎 而且要點蠟燭 對 我們就約好 就是跟老公在晚上都在八點的時候 我們就準備了蛋糕 然後要一起慶生這樣 然後我老公就在視訊 然後我女兒就說 媽媽 今天我生日耶 怎麼沒有蠟燭 蠟燭 媽媽不敢點火 要怎麼準備蠟燭 我就說沒關係啦 反正今天就有蛋糕就好 插手電筒 然後我兒子還跳出來說 媽媽不然我來點好了 我說不行 不行 你不會點火 這樣太危險了 然後我老公還在視訊那邊說 你真的很沒用耶 不過點個火耶 你都不敢 我就說我真的不敢 然後最後只要好說歹說 就哀求我女兒說 我們今天就吃蛋糕好不好 不要點火了 然後我女兒就是看媽媽這麼可憐 就想說好吧 就算了這件事情 然後就慶生完了 然後我女兒就很落寞去睡覺 對 我敢用瓦斯爐 我就從睡前才想起來這件事 可是其實女兒都慶生都已經過啦 是沒辦法 但是我覺得最好的辦法 還是去找邱醫師做一下心理諮商 對啊 可是這個小時候的陰影 真的沒辦法 我真的不敢耶 那一下你就會覺得 大家都覺得很容易對不對 就是壓不下去那一下 他害怕 可是邱醫師像遇到這種狀況的話 就是我們真的有一些罩門 是 那這時候夫妻應該怎麼溝通 或是讓他了解 我真的有這樣的需要 其實大家不妨反過來想一想 如果你的另外一半 是什麼罩門都沒有 那麼完美的 那你存在有什麼價值 對不對 對啊 對啊 所以其實對方的罩門 就是 你的罩門也是他的機會 那我覺得碰到罩門 特別說像這種很明顯 小時候就有創傷後 壓力症後群的 如果以他的角度來講 我覺得就是要事先想好一些 方案B或方案C 例如說瓦斯爐 就是事先你要想好 但如果從另外一半的角度 我覺得 也是展現你體貼的機會 例如說沒真的老公知道的話 那其實可以 例如說事先幫你 準備好這些東西 或者是說跟小孩子先講好說 那蠟燭 因為爸爸不在國內 所以蠟燭等爸爸回去 再幫你點 讓太太不用去獨自面對 這樣的一種罩門 或者是下一次家裡 要裝潢的時候 就裝個壁爐 嘛 真的嗎 不會太尷尬 體貼... 有錢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喔 YES